古惑仔漫畫捧任總選特首 任總參選特首公開和報態決裂 越來越多年青人關心政治 有本地漫畫家乘機抽水推出古惑仔式政治漫畫 講主角任向天怎樣靠三個年青人在2012參選特首 主編是靠島勝傳奇和權望成名的洪永仁 半年前開始創作,主角一看就只是任志剛 洪永仁認為他是好人,在雷曼事件中只是提死鬼 和他合作的編劇《讀政治》出身 創作時也有找社民連和80學的青年拿意見 任向天最終選不選得特首呢? 他會說他用什麼方法籌錢和投資什麼 那些人怎樣幫他做一個準備 還有會疑慮香港特區的地方不好那些事情 為求取消,還會加插近日最烈格五區公投 還可能提早下星期三出第一期 即五位議員遞辭職信之後一天 農曆年前出完第一輯一共四期 之後就要看市場反應再決定滑不滑下去 先喝一口 往後悔 達人 感谢观看